这个小伙满怀期待地掀开新娘的盖头 但下一秒 手好像割到了不明物体 现在明明是明朝 怎么会有枪呢 打扮得像纸人一样的新娘 假装没看到新郎疑惑的眼神 他卸下头上的发簪 换上干净利落的衣服 又掏出一块电子表带上 再一颗颗地给手枪上满子弹 只有他知道 宁静的新婚之夜 马上要出人命了 果然 门外闯进来两个山神 二话不说 就用阵法封锁了整座宅子 女孩刚走出门 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弓箭手偷袭 他灵巧转身 同时掏枪瞄准 口洞扳击 子弹爆头 一气呵成 山神还以为这是什么禁忌道法 不敢贸然进攻 这时管家从屋里拿出礼盒 里面是一枚宝石座的神剑 女孩来自2022年 他找了十年 终于找到了这把能够穿越时空的神剑 太好了 终于可以回去了 山神也是为了神剑而来 不同的是 他们想靠神剑修炼 他们先发制人 改上隐身部 偷偷接近阿里 但在争夺时 不小心被神剑划伤 偷不成 干脆鸣抢 轻衣老仙突然现身 一把降住阿里 却忽略了枪的威力 一个被子弹打到耳鸣 另一个直接被打断了手 活生的阿里潇洒离开 却没发现 暗处正有人偷袭 这个蒙面人轻松取走神剑 但你仔细看他手上戴的 这个皇冠logo是不是很眼熟 穿越者可不止阿里一人 故事的源头得从2022年 一颗陨石讲起 这颗石头 悄无声息地穿过医院玻璃 轻轻吸附在地板上 路过的护士惊恐地发现 它正在一点点变大 仅仅过了几秒钟 石头就变成了巨大的 恰恰香瓜籽 护士虽然害怕 可眼前的东西 仿佛有骨魔力 吸引它一步步靠近 当它真的来到棒壳前时 里面缓缓伸出一只 带毛的触手 护士恐惧极了 回头逃跑 却为时已晚 触手像病毒一样蔓延 插进所有人的脖子 这个医生以为躲进衣柜 就万事大吉 可触手像长了鼻子似的 闻出了它的气味 这名警察也不幸中招 触手里分泌出的黑色物质 像寄生虫子的 爬上了它的大脑 控制它的眼睛 过了十分钟 触手纷纷收回 香瓜子也很快 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奇怪的是 事后这些人 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名警察下楼时 一只异形正在向它靠近 它赶紧躲进电梯里 一只触手突然钻破铁门 生生掰开了电梯 要杀了它 这时 一个黑色机器人 从天而降 和异形打在了一起 警察趁乱逃跑 好不容易躲开它们 异形就突然扔出一把剑 神剑刺拴在身体的瞬间 那些黑色物质 洪水般地从它嘴里窜出 凝聚成一只蛇发怪物 这只怪物 是破坏力极强的外星罪犯 代号设计师 先前医院那些 被触手刺中的人 都被植入了同样的外星罪犯 为了让他们苏醒 设计师回到飞船 释放这些红色的球 这是疫情特意 从他们母星带来的大气 刺穿一颗 里面的红色气体 立刻弥漫全程 那些沉睡在地球人体内的罪犯们 纷纷苏醒 成是一片混乱 一个名叫阿黎的小女孩发现 设计师必须靠那把神剑 才能穿梭时空 她在混乱中偷走神剑 打开时空之门 极限逃生 但她没注意到 设计师和她的手下 在最后时刻 也跟了过来 女山神举起照妖镜 手穿过镜面 立刻成了法天相帝 把外星人拿捏在手中 把她拽下来后 又顾忌重施 法天相帝 成了如来神掌 穿破重重围墙 差点把她直接拍死 可到了第三招时 外星人射出激光 烫得山神节节败退 被外星人牢牢捆住 拽出战场 没了山神帮助 年轻的小道士狗幻 只能独自上阵 没人会重视一个 学艺不经的矛头小子 外星人也不例外 但她这次错估了 狗幻的实力 尤其是她手中的剑 轻轻挥动 就斩断了她的手臂 狗幻想把她钉死在墙上 可无论怎么用力 都杀不死她 这时山神发现了一个 漂浮在空中的西装男 忽然毛色顿开 她是外星人的宿主 只有杀掉她 外星人才会死 她嘶吼着告诉旁边观战的阿里 赶紧开枪 可宿主体外 有一层无形的防护罩 想杀她弹何容易 阿里看到照妖镜后 明白了 她把镜子抛向天空 抠动扳击 子弹在穿过镜子后 立刻放大了千百倍 防护罩刹那间被烘碎 里面的宿主 也掉在地上奄奄一息 其他外星人见大事不妙 立刻渡江逃跑 在狗幻和山神的帮助下 阿里终于赶跑了这些入侵者 但那个西装男临死前 眼睛死死盯着狗幻 你 我 你 你 你不敢 你不敢 十年前 设计师降临高丽国 却因为元宿主的身体太过虚弱 而不得不寻找新的宿主 就在设计师发疯似的寻找新宿主时 还是孩子的狗幻 正好闯入了他的事业 设计师进入狗幻的身体后 就陷入了沉睡 所以就连狗幻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他已经被寄生 直到西装男就是重提 狗幻才回忆起往事 痛苦万分的昏迷了过去 号称投资五百亿韩元的票房冠军 外星家人 到此结束 但又没有完全结束 字幕打出了三个字 未完待续 看样子是还有续集啊 如果喜欢本期解说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爱心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